大家好,我是Lina 上一支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了我前几天旅行带的护肤品的一些东西 那这支视频呢,我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彩妆的包包里面都放了些什么 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彩妆的一个旅行时候带的一个包包 它非常的大,是这种横着拉开的这种 就是拉开之后呢,比较方便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些什么 也比较好找到 你像,如果说是像我护肤品的这个包包的话 你是这样拉开嘛,就不太容易看到你里面有什么就需要这样翻啊翻的 就不像这个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是一览无余吧 就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哈 那是这样一个包包 这个包包也是我买东西的时候赠的 其实我没有专门买过化妆包 就都是买东西的时候,然后赠的 就够用了 好,那我下面呢,一一跟大家说一下 我就拿到什么说什么就好了啊 首先呢,是这个刷子 这个是,有点脏了这个,但是这个是Real Techniques 我当时买刷子的时候里面赠的一个刷套 里面呢,我装的是两把刷子 一把呢,是这个高光刷 是Charlotte Tilbury的一个高光刷 嗯,这个呢,是MAC的一个修容刷 刷子呢,我只带了这两把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这个是棉签 嗯,但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冰,哦 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冰管里其实是有棉签的 也有那个棉片,所以我这个基本是没有用啊 就用冰管它送的那个就够了 然后就是说,这是一个Beauty Blender 我带它是因为它比较的好清洗 我在那边待五天的话,每天都是要上妆的嘛 因为上妆也比较服贴,像那种干燥的地方啊 用这种沾湿的海绵去上妆的话 会相对来说更加的服贴 另外就是它清洗非常方便 嗯,用那种,它因为酒店会有这种香皂啊 或者是有沐浴液之类的,你都可以用它来洗嘛 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它这个盖子你把它撑在下面 就干也非常的快 就即便不干也无所谓 因为反正也是要沾湿了用它 然后就是说这个妆检乳 毫无疑问了,肯定是这个Larmesir的这个保湿款 嗯,因为非常的保湿 就是会使你的底妆更加的服贴 所以我肯定是拿它 粉底液呢,我带的是CPB的这一款 钻光粉底液 我考虑到的是因为它是塑料瓶子 非常的轻 再来就是它上妆妆感 嗯,它是属于越叶越美嘛 因为我一般,你像出去旅游这种情况下 你戴妆时间是非常久的 我大概有时候会带妆十个小时 或者有时候时间更长 就是需要用这种持妆度非常好的这种粉底液 那这个在我脸上的妆效非常美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会让你的脸看起来非常非常有光 而且它是有一定的防晒系数的 嗯,所以说综合考虑下来呢,我带了它 腮红呢,我带的是这一盘 DG的 嗯,因为我喜欢这个颜色 就像我之前介绍它的时候说的 可浓可淡 嗯,然后里面呢,也带了这个小刷子嘛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另外带 呃,腮红刷来刷它 轻轻的这样扫一下就可以了 那补妆也很方便 因为里面有自带的这个小镜子 定妆粉我带的是苏苦的这一盘 它的妆效我非常喜欢 嗯,上完它之后呢 有定妆的效果 有,呃,再来就是它妆面给你的感觉就是非常的 嗯,干净,非常的清透 那里面有这个小刷子嘛 所以也是不需要再另外带刷子的 这一盘,呃,里面有镜子 我出去的时候,化完妆之后 我会带着它在包里面 比如说偶尔需要补一下的话 也非常的方便 眼影的部分呢 我带的是NARS的这个吉隆坡 嗯,我带它呢是因为这盘很好画 呃,取粉也非常方便 用手指蘸取就可以了嘛 可以很好的晕染 画出一个非常不错的眼妆 呃,再来就是说它也是可浓可淡的 嗯,非常的好用 然后,体积也非常的小 就,还没有我的掌心大吧 就,还是说以这个轻便为主 所以我带了这一个 遮瑕我带的是美宝莲的这一个 Feed Me 4号是15号 Fair 我带它的原因呢是非常的滋润 遮瑕效果也很好 又很便携 然后又是塑料的嘛,也不重 眉毛的部分呢,我带的是 眉笔 还有染眉膏 MAC的 这个染眉膏 眉笔我带的是NARS 嗯,因为就是它有自带刷子嘛 我也不需要再 呃,不需要再拿一个刷子 嗯,再来就是说 我带它最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是它非常非常持久 我之前在一博上有分享过 我带妆十几个小时 眉尾都一点点的没有脱 都,它的那个尖尖的形状都还在 嗯,所以说这是我带它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出去旅游肯定是 需要一个有持,呃,持久度非常好的一个底妆的 嗯,所以说我带的产品里面 除了有滋润度保湿度在,呃,保湿度程度好的情况下 另外就是持久度 所以我选了它 那嫩染眉膏也一定是要的 需要均匀一下我的眉毛的颜色嘛 眼线笔呢 带的是,呃,露华农的这一款 Color Stay 嗯,用来花嫩眼线 眼线高呢,带的是美宝莲的这个 哦,对,还带了一个美宝莲的这样一个小刷子 是它附赠的,非常的非常的好用 嗯,然后这个反正它也是纤维毛的嘛 嗯,也是用完之后非常的 嗯,清洗很方便 我就是用那种,呃,肥皂来洗 酒店的那个香皂来洗的 嗯,因为它也很便宜嘛 所以用那个香皂洗也不味心疼 嗯,清洗方便,然后非常好用 对,眼线产品带的是这两个 对,还带了一个,呃,眼部打底 这个也非常需要 画眼影的时候非常需要 因为我需要持妆度 嗯,这个眼部打底就是一定一定需要的 呃,是可以帮助你的眼影呢 呃,更加的持久 然后也不容易有肌线 非常好 再来就是说,睫毛膏 这个是睫毛夹 戴的这个是指寸袖的睫毛夹 嗯,睫毛膏我只戴了这一根 是欧莱雅 对,欧莱雅的Butterfly 非常非常的持久 一点点都不晕 它可以使我的睫毛卷翘一整天 到晚上卸妆的时候都不会塌 然后也非常的持久 一点点都不会晕妆 非常好卸 而且 再接下来就是嘴巴的地方 嘴巴的地方我戴的比较多 戴了三,四根 一个是Dior的变色唇膏 对 再来就是 Giorgiarmani的这一款 这是多少号 300号 嗯,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橘色 非常好看 然后呢,非常滋润 这款是非常非常滋润的 其实根本没有它看着这么显色 嗯,就是画上去 嗯,一点都不干 我所有唇部产品 戴的也是这种 比较保湿的 就即便我的嘴唇 可能 嗯,保湿工作没有做好 用这个也是完全不会起皮 完全不会有肝纹在的 那然后呢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这一款 是Core的颜色 对,就是非常漂亮 然后也很保湿很滋润 就是 嗯,让你的嘴唇 绝对是不会起干皮的 最后一支是这个MAC的 New Orange的 这个色号是 这个我之前也说过了 那我戴它呢 是因为我 呃,如果需要妆浓一点的话 或者是我需要我的嘴唇 因为像这种出去旅游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把你的妆 画得大胆一点 嗯,嘴唇的时候呢 也可以不需要去画咬唇妆 我呢 就是会用它涂满整个嘴唇 就是使这个颜色 稍微艳丽一点的话 非常好看啊 我这几天呢 画的 用到它的情况下呢 大多都是 只是擦了一个非常淡的眼影 然后涂了一个睫毛膏 画了一个内眼线 然后把它擦满整个嘴唇 就整个气色非常的好 非常的亮 甚至我都不需要腮红都是可以的 那这两个的时候呢 就 稍微搭配一些眼线 然后涂它都非常好 最后呢 就是一个小样的一个香水 是Khloe的 嗯,一瓶香水 这个我非常喜欢它的味道 出去旅游的时候嘛 然后身上喷一点点这个小小的香水 就会使你整个人神清气爽 然后香香的心情也比较好吧 就这么多 这就是我出去旅行的时候 携带的一些彩妆品 主要呢 就还是那句话 主要就是以轻便实用 重量轻为原则 希望这支视频呢 可以给大家一些小的一些参考 就是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 可以带哪些产品 希望这个视频有帮助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支视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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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